男子站在值班台前 突然蹦的一個爆炸聲 現場瞬間煙霧瀰漫 男子倒在地上 地上全是鮮血 警方趕緊將他送醫 事發在新竹新湖分局 一名男子探視女兒遭到拒絕 竟然情緒失控 帶著土製炸彈到派出所 要向警方求助 警方發現他帶著炸彈 不敢大意 就是握著他說的那種 沒想到男子和父親通話過程中 心情越來越激動 不小心引爆手中炸彈 他手掌整個斷裂 鮮血流了滿地 警方連忙通知附近消防隊 將男子送醫 全案依妨害公務 公共危險罪移送地檢處偵辦 詳細情形還有待警方進一步釐清 記者和孟前吳亦軒 新竹採訪報導 我們要告訴大家 我們有優惠 各位我們中天的網友 這些東西都可以在我們快點購網站上投 來購買 現在有三種不同的好康組合 購買的時候 不要忘記我們有非常多的折扣代碼 可以給大家來輸入 可以享有一些優惠好康 我行為300 *** 沒理由 現在我坐好了 準備過去 沒理由